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感见复兴 有平安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我们整个礼拜都在为着平安这个主题 一起在思想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下一代呢 下一代他们有平安吗 这应该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被提醒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来为我们的下一代 一起来祷告 来守望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 我爱你 我在胜利 偏然距离 不许可平安 躲在你心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永远不变 我爱你 可救生命 偏然距离 可救生命 偏然距离 永远不变 我爱你 永远不变 我爱你 永远不变 我爱你 我在胜利 偏然距离 不许可平安 躲在你心 不许可平安 躲在你心 可救生命 偏然距离 不许可平安 躲在我心 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 愿神的爱充满在我们 在下一个时代 充满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主啊 是的 我们这是你的孩子 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来守 主 帮助我们 主 愿你的圣灵 在神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愿我们得着你的福 主啊 因为神 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 主啊 愿你平安的心 落在我们的一个人当中 沿落在我们每个时代里面 因为耶和华 你眷顾每一个时代 你眷顾每一个时代 主 谢谢你 主 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帮助我们明白 主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 永远你是 我的孩子 永远无别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在神里 天然降临 入行的 彼岸 落在你心 我爱你 永远我是 你的孩子 永远无别 永远无别 我爱你 恳求生命 天然降临 我爱你 入行的 平安 平安 落在我心 永远 永远 你 你是 我的孩子 永远无别 我爱你 永远不别 我爱你 来胜利 天然降临 如许的平安 落在你心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永远不变 我爱你 恳求胜利 天然降临 如许的平安 落在我心 恳求胜利 天然降临 如许的平安 落在我心 恳求胜利 天然降临 如许的平安 落在我心 是的 圣灵 爱你 如同鸽子一样 降临在我每个人的心中 主啊 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世代都需要你 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 也都需要你 当然主 我们也为这下一个世代来祷告 主啊 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 我们交灌在下一个世代的里面 主啊 如同当年 你交灌给耶稣亚的时候一样 主 你赐给那个新的一代 充满新的能力 新酒 新油 新的交灌 谢谢主 在早晨的时候 愿你的灵就充满我们 愿你的平安再一次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求祷告 Amen 我们都很希望平安 那你知道我们有一句话 在华人当中 叫做 合家平安 所以我们的平安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 我们其实希望是全家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也都平安 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在上次我们的祷告 说为教会祷告 因为教会带来的是四敬平安 这个是横向的 而我们今天要来祷告是众向的 什么叫做众向 就是要把平安留下去给下一代 横向就是左邻右舍 要宽广 到处都可以平安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我们希望不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今天祷告的重点是 下一代也要有平安 那这其实更不容易 其实从环境来讲 下一代本来就比我们平安 因为我们这一代经过上一代的战争 经过逃难 虽然我们这一代没有自己逃难 可是因为你有直接听到爸爸妈妈的故事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感受到那个愚症 还是有感受到那个震撼性 所以到了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从出生就很安定 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恩待 特别如果是生活在台湾的朋友 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没有任何的战争的搅扰 我们各方面真的是很蒙福 所以这家孩子们应该很平安才对 可是你却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却发现这一代的孩子 他们的心灵反而更空虚 反而更寂寞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 来为着我们的下一代的平安 我们来祷告 所以我们一起一样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讲说 神要怎么样会与我们同在呢 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见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这段话是保罗可以说 是语重心长的一段话 他就说 我真的很希望 赐平安的神 怎么与我同在 他也与你们同在 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 你会感受到 好像旧约的摩西 要交棒给 约苏亚的那种气氛 就神怎么与我同在 神也必与你们同在 上帝也说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我也必怎么样与 约苏亚同在 所以这是上帝的思维 上帝的思维 不是特别的偏爱 偏心某一些人 上帝是希望 每个人都领受祝福 所以上帝很希望 每一个人都找到 那个蒙福 找到那个平安的源头 所以今天的经文 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如果效法我的话呢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保罗说 这样我才能够放心 这样子我离开了 我想到你们都很平安 哇 我的心就得到好大的安慰 所以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 那个赐平安的神 与保罗同在 也要与我们同在 那个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我们去追求的 这些东西 保罗说 我追求的你们也追求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保罗追求的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有什么称赞的 德性的 所以这是保罗所追求的 可是我们会现在发现 现在我们好像不太是这样 现在的世界说 你们要追求的是 流行的 酷的 炫的 帅的 辣的 最夯的 刺激的 好玩的 你会发现到 现代的人 我们追求的东西变了 所以你追求的东西变了 也想有平安 不好意思 就不可能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上的是 北上的交流道 你永远你不会说 我从北上交流道 我可以开到墾丁 没有这种事情的 不可能的 你要到墾丁 请你要南下 保罗说 我希望你们平安 我祝福你们平安 尤其我已经老了 我好希望 我的平安 你们也有 你们指的是好多的年轻人 保罗说我很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这些人 你们能够得到这些平安 所以你们要追求的是可敬的 敬虔的 追求这些好的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 他们追求的是享乐 追求的是成功 那这些东西不是错 不是错 可是从这里面 它不会有平安的 你追求享受 我想的享受不见得是坏事 比如说我们听很好的音响 我们要穿这个最时尚的衣服 我们要拿名牌包包 这都不是错 你开一个好车 拿一个名牌包包 并没有得罪神 这不是罪 可是你想用这样得平安 保罗说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追求的不是这些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来祷告 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在享受 不是在学历 不是在金钱 不是在一个高的社会职位 不是在媒体有报导他 不是在这种东西追求平安 这些平安都是虚假的平安 不是真实的平安 所以就我们年轻人祷告 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不能够在这些东西里面找平安 我们一起同生来祷告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来养光 我们今天为年轻人来祷告 主啊是的 主啊 圣灵来工作 圣灵来引导 主啊 求我们来 主啊 主啊 可是更多的追求在树里面 对求主来带来 主啊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着年轻的世代来祷告 主啊 你帮助这些年轻的世代 开启他们的眼 主啊 让他们所看见 主啊好像在这虚浮的 艳乐的当中 追求成功的里面的这些平安 并不是真正的平安 主啊 这些的平安 主啊 这是短暂的 一下就过去了 主啊 这不断的不断的 在这个旧的循环的里面 主他们找不到那真正的平安 主啊 他们只会越陷越深 在这个许多的追求的里面 主啊 他们耗尽了他们自己 主啊 你帮助这些孩子们 开启他们的眼 让他们知道 真正的平安 就是那永生的 就是那追求神的 就是那聚焦在神的身上的 主啊 聚焦在你的国度的平安 主啊 求你将你的话语 浇灌赤入扑开 在这些年轻人的门的当中 主啊 使他们的心是柔软 可以接受你的话语的 使他们的心是被打开的 使他们的眼是被开启的 让他们看见 主 你就是那一位 他们要真正追求的平安 主啊 是的 你就是那永恒的神 主啊 从亘古直到永远 主啊 我们赞美你 祝福这些年轻人们 使他们真正的明白 平安就在主你的怀中 平安就在你的手中 平安就在你的电中 平安就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谢谢主我们赞美你 奉你的名祷告 Amen 主啊 我们继续的为着这些孩子 来到你面前 祷告 呼求你 主啊 主啊 这些孩子 他们心里 需要一个被认同 主啊 主啊 但是有的时候 大部分的孩子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找寻认同 主啊 恳求你 你降下你属天的智慧 主啊 我恳求你 你自己吸引他们 主啊 用你 用你不变的慈爱 用你的公义 用你的真实吸引他们 主啊 使他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 叫他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主啊 主啊 恳求你 为他们造清洁的行使 他们里面重新有那正直的灵 主啊 那个罪没有办法 隔断在你与他们的中间 在地步上你恳求你 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 恳求你颜面不看他们的罪 主啊 恳求你 再给他们许多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来寻求你 主啊 这些孩子需要你 主啊 主啊 恳求你 让他们在正确的方向 在正确的道路上 寻到那真实的平安 主啊 主啊 愿你帮助他们 帮助我们这些孩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其实看到这些年轻人有的时候 真的会很为他们难过 因为他们其实很需要平安 因为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因为光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讲 我们一直到现在 他们毕业以后的收入 跟我们当年的年代收入是一样多 可是现在物价涨了多少倍了 以前你在路边吃一碗冰 十块钱 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 还有过五块钱的年代 现在吃一碗冰 台北市 一碗绿豆 一碗什么粉圆 一碗什么的 在比较精华的地段 一碗要七十块 你说你今天压力大不大 非常大 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需要平安 所以怎么办 你会发现他们就到 美食当中找平安 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们去逛街当中找平安 你会发现他们去夜市里面找平安 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名牌当中找平安 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学历当中找平安 所以大家现在拼命地读博士 很多人在出国的当中去找平安 不是这些东西都不好 出国当然很好 读书当然很好 你能够白天工作很累了 或者你自己白天读书很累了 然后我们去跑去逛个夜市 是非常好 礼拜六礼拜天去逛个街 这都非常的好 这都不是不好的事 可是这里面有没有真正我们要的平安呢 没有 因为这些都只是外在的 所以我们刚才要特别为这些年轻人祷告 让他们不要在那些东西追求平安 但是你不要误会 不是年轻人不准做那些事情 不是的 只是要提醒大家说 在那个休息的当中 他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 而我们接下来要为另外一群人来祷告 其实是更辛苦的一群人 因为这群人他们寻找的平安 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有人在毒品里面找平安 也有人是在烟 酒 赌博 在上网的上瘾 我特别强调是上瘾的这种上网 而不是所有的上网 网络是太棒了 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可是很多人是上瘾的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有很多人是等于说 在一个偏差的方式当中 他们在刺激里面 他们要透过药物 他们要透过摇滚 他们透过所谓的这些演唱会 可是这演唱会是好的 可是里面有很多人在那里发毒品 很多人在那边有性的泛滥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那个错误的 很混乱的开放性 没有限制的性的自由里面 在找平安 这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不是谴责 我们是心痛 我们是难过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来祷告 我们求主来挽回 我们求主来医治 人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 这么极端的方式找平安 因为里面有很大的恐虚 所以我们求主来医治 让年轻人不要在毒品 或者是很多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例子里面 他寻求的只是很短暂的麻痹 那个不是真正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啊 求你来动作 所为的他们说的年轻人 全球的年轻人 这些成名的主啊 这些都是习惯的 主啊 不管是习惯的 在变乐 在变得美食 在这些习惯的 主啊 为这些时代来祷告 主啊 这些时代来祷告 主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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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真的是祢的光来 主啊 一切的黑暗就要离开 主啊 祢的光来 主啊 祢的光来 主啊 这样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 主啊 让年轻人能够知道 我们这一生到底在追寻什么 主啊 那些的成功 主啊 那些的名利 主啊 跟那些的享乐 跟别人的掌声 主啊 不能够使我们真正得着平安 主啊 我们知道 虽然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的压力 主啊 我们需要 主啊 别人的眼光看我们是好的 主啊 但是求神祢再次的帮助我们 主啊 建立我们内在主啊 那最健康的自我形象 主啊 求神祢恢复我们 起初祢造我们荣美的形象 主啊 我们不依赖别人的眼光 我们不依赖别人的掌声 主啊 我们也不依赖那些短暂的享乐 主啊 因为有时候那些短暂的享乐 是危险的 主啊 是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包着糖衣 但是里面确实毒药 主啊 求神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 主啊 我们一生所追寻的主啊 祢就是我们的源头 主啊 祢的帮助在这世代 祢所拣选的年轻人 主啊 让我们能够将灯 主啊 不藏在斗底下 而且放在台面上 我们能够去影响 主啊 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 应该有的年轻人的样式 在所有的行为 安息 信心 清洁上 主啊 都要做主啊 很多人的榜样 主啊 祢帮助我们更多的谦卑来寻求祢 祢成为我们的标杆 主啊 我们这样子合一的祷告 祢奉靠耶稣去的名求 阿们 主啊 祢的主 祢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主啊 祢的主 这个世界 或者是我们这一代 主啊 给我们的下一代的 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一样 就是那些的名利 就是那些的成功 就是那些的财富 主啊 祢的主 以至于主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当中 主啊 他们 他们或许在这个世界当中 其实他们是被压榨的 他们是被剥夺的 主啊 他们是被错误引导 教育的 主啊 以至于主 是的主 他们的心中实在是空虚 主啊 你实在是看见他们心中的软弱 主啊 你实在看见 听见他们心中的苦情 主啊 他们逼不得已主啊 或者主啊 就透过这些的不好的 那些的方式来满足自己 主啊 求你来怜悯 主啊 求你来怜悯 来帮助他们 主啊 是的用主你自己的爱 主啊 天父的慈爱来满足他们 主啊 是的他们心里面 所有一切的空虚 主啊 是的来安慰他们 来医治他们 也教导我们这些的为父母的人 主啊 是的让我们能够在爱的当中 来陪伴他们 来回应 来满足他们内心当中的需要 主啊 求你自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 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谢谢神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平安 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你要做一些事才会有平安 做什么事 就是今天的经文读的 你要做的是 陶主喜悦的 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圣洁的 你做了这个 你不用在那边求平安 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做了这个 神的平安一定会与你同在 就一定会有平安 所以你做的是平安的事 你整个是一个平安的人 你当然活在平安里面 那如果我们做了坏事 还敢去求神拜佛说 哎呀 让我平安 杀人不要被抓到 骗人不要被抓包 那怎么可能会有 那就不是真正的平安啊 所以只有真理 只有真理 才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平安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来祷告说 求主让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他们不再相信那些绝对性的真理 他们觉得 你有你的角度 我有我的角度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嘛 那男生要当女生 女生要当男生 要怎样 怎样 怎样 哎呀 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大家就越来越自己当神 就我认为可以就可以 你们都管不了我 变成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有平安 一定要教导他们遵循真理 唯有他们遵循真理 神就与他们同在 那才是真正的平安 我们一起同生来祷告 是的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 为年轻的时代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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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在乎真理 主 让他们活在真理里面 主不是活在人意里面 而是活在基督的里面 活在真理的光中 活在你的同时代 发现真理从发生真理的光 发现真理就在 神大利的话语当中 使他们来清静 祝他们来祝福 谢谢 主 让他们来祝福 谢谢 主 让你祷告 我求你赐给这世代的父母 师长 榜样 领袖们 主他们有好的生命 好的榜样 有智慧 有灵巧 有话语 更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们能够接纳 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体会同理 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里面的声音 及他们的需要 是 耶稣我们不再用 我们这种高压的手段 或角度去要求 乃是主 我们真是学习你谦卑的样式 让你自己的爱充满他们 我们常常为他们来祷告 是 主啊 主啊 你说以别神取代耶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因此主啊 我们看见这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的方向错了 他们的目标错了 主啊 求主你翻转他们 让他们能够立定心志 向着那个对的标杆直跑 主我也求主你添加他们的力量 在他们软弱的时候 就靠主你刚强 就靠主你刚强 主我们也不间断地 为他们来祷告 愿他们成为圣洁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主啊 是的 我们要为年轻人祷告 主啊 使他们真实发现 那个真理就是主你自己 主啊 就是你的话语 主啊 愿你的光 主啊 照耀在他们的当中 主啊 当他们寻找的时候 就寻见了 叩门就开门了 主啊 当他们亲近你的时候 主你就亲近这些孩子们 主啊 是的 愿你真实的真理 在他们的当中 好像被揭开一样 主啊 他们真实来接受这个真理 因为他们从真理当中发现 这真理充满着喜乐 这真理充满着平安 这真理是充满着盼望的 主啊 你祝福这些孩子们 寻见你 得见你 主我们奉你的名祷告 Amen 主 祝您的话语说 跟随你的就是行在光中 就不在黑暗里走 所以主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光里面 在真理的当中 就得自由 他们的生命 真正活出你所造的价值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